今天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固胃的精力汤 那第一个呢 我想要讲到固胃 要修补粘膜 大家都不要忘了 就是高丽菜 它有这个维生素K1 还有U 所以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胃粘膜 所以是蛮好的 所以它被称为厨房里的胃药 然后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点 含有亚硝酸的东西 那其实你就要多吃点豌豆苗 因为它可以抗亚硝酸 这个呢 大家我都把它烫熟了 因为我们不要吃完全生的 它就可以 就是水烧开了以后关火 然后把它放进去 一两个钟就 对 很快就拿起来 那这个是小松菜 那小松菜的钙很多 然后我们讲到胃呢 就不能忽略 凤梨酵素很多 帮助我们的胃消化 接下来我们就是不能忘记 天天一个苹果 医生远离我 所以我们就很简单 全部把它放进调理机 打成汁就好了 刚刚讲蛋白质 帮我们修复未必 是 没错 所以这个是大豆 大豆生态 它是大豆 所以提炼出来的 我们再加一点水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营养非常的丰富了 几乎各种颜色都有了 是的 好的 翠绿的颜色 充满着新鲜蔬菜水果的香味 我们下来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我们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